大陸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下午马席二会之后 在钓鱼台国宾馆设宴为前总统马英九送行 而根据本台记者的报道 习近平在晚宴当中跟马英九说 欢迎他常常来 而本台的特派也直及到 马英九在晚宴结束之后返回下榻酒店 完整内容李宗芳的北京报道 好的各位观众记者所在的位置是北京的中国大饭店 也是此行马英九在北京下榻的酒店 而就在上早之前大约是7点50分左右 马英九一行人是回到了这里来做休息 透画面你可以看到马英九可能是多喝了两杯 下车的时候还需要旁人的搀扶 而大陆国台办副主任潘贤长是亲自把马送回到了这里 而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消息 马英九跟习近平在结束了人民大会堂的马席二会之后 双方是驱车前往了钓鱼台国宾馆 由习近平设宴来为马英九送行 而在整个宴会结束之后 习近平还跟马英九说了一句 欢迎你以后常常来 而我们知道呢 这个马英九在结束整个大陆的访问之后 预计在明天早上搭乘CA-185的班机 8点53分从北京起飞 预计在中午的时候会抵达桃园机场 届时会在机场做一些简短的谈话 以上是我们掌握的最新消息 先把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 马席二会今天举行的地点是在东大厅 东大厅是什么样的地方呢 就是习近平跟拜登逝序会的同一个地点 也显示路方对马英九的高度礼遇 马席两人不约而同都强调中华民族与和平 各界分析正显示和平已经是两岸的最高故事 时隔九年马席二度会面 地点悬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这一厅也是习近平跟拜登的视讯会议场所 显示对马英九的高度礼遇 新加坡的马席会跟这次北京的马席二会 两人两次都分别打上蓝色跟红色的领带 上回历史性首度会面足足握手80秒 这次两个老朋友碰面握手16秒 在两岸关系高度敏感时刻 习近平强调反台独还说没有心结不能解 马英九更挑明说反对战火 马席二会让两岸在危机中 重建和平树光和共识 马席二会双方都谈到中华民族及九二共识 马英九甚至公开提到中华民国和一中各表 专家分析这代表九二共识 已经成为两岸大交流的通关秘语 两岸该在模糊空间中创造和平共融 九二共识基本上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了 这就是蛮大的一个空间 创造性的模糊 两岸的事情就是要采取一个比较宽容的 模糊的一个态度才走得下去 否则就会搞得剑拔奴障 我也不相信他喜欢打仗 打仗劳师动众 两岸和平相处 任何事情都要求和平不可以动武 不要去故意去踩他去刺激他 这是最最高明的生存之道 无论零星内阁还没上任 在野党奉劝 千万别再走蔡政府过去青梅反中老路 千万不要因为某些美国人的煽动 或某些人政客的利益 短期的利益 而把所有我们 所有老百姓的幸福生命 通通都赔进去了 马歇尔会再度写下历史新业 两岸能否借此扭转僵局 就看新政府要怎么做 记者离线下线红路 严佩宇 林一璇台北报道 马歇尔会外媒也关注 CNN 路透跟纽石 也对此做报道 指出台湾的主流民意 逐渐跟一中观点背道而驰 CNN跟路透都引述了 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政治分析师 宋文迪的看法 大陆希望借由马歇尔会 来表达大陆地出胡萝卜的可信度 完整内容把时间交给 国际中心记者韩涓雷 是的主播 马歇尔会举行不久后 外媒CNN 路透和纽约时报 都进行了相关报道分析 CNN访问澳洲国立大学 政治学者宋文迪 宋文迪强调大陆借这次的马歇尔会 向台湾和其他国家传递讯息 北京除了希望透过马英九 向赖清德政府施压 也告诉了大家北京能够善待友人 胡萝卜具有可信度和持久性 希望世界各地的政治领导人 能与北京交好 同时通过赢得民心 实现和平统一 仍是北京的首选 而纽约时报分析 即使马英九与习近平再次会谈 现在和平统一的愿景 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遥远 寻求与大陆发展密切的马英九 不再是总统 现在越来越少台湾人认同他的一个中国观点 CNN也指出 马英九的观点并不是台湾的主流民意 台湾目前只有不到3%的民众 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不到10%的民众 支持立即或未来的两岸统一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 不愿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至于路透社最新的报道 则是强调了习近平所说 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两岸统一 以上是目前外媒有关马席会的最新报道 路透社分别在台北及上海两岸的两大城市 访问民众的看法 其中有两位年龄不同的民众都认同 任何可以避免战争达到和平的方法 他能带来什么样实质的利益我不太清楚 我目前看不到 那两岸目前的情势的话 我觉得他过去拜访的话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坏处 因为需要有人在中间当一个 比较和事劳的一个角色 民进党执政比较久 现在两岸的情势真的是蛮僵的 需要有一个人在中间去缓和一下 避免这个战争 这个是对所有的中国人 所有的华人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么这个会面显然是有助于 这个避免战争达到这个和平 这是非常有益的事情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一生剧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一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一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一生剧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一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够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黑键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